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大家都知道特首在早几天就有讲到会成立一个逆境的抗疫基金 这个基金的使用方法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第二就是关于长者弱势社群免费派白口罩的问题 待会我会请梁志祥议员跟大家补充的 第三就是关于外盘清洁工保安员的防疫装备的问题 这个第一就是我会交给陈恒彬议员都会跟大家讲的 另外就就支援跨境工作人士和家庭 即是未来可能是入境限制那里加强了之后 究竟一些跨境的朋友怎样处理呢 待会我会请家敏会和我们大家讲一下 另外也会请Fanky和我们讲一下关于滞留在菲律宾的家庭佣工的安排 最后就是关于医护人手上现在有罢工的情况 德拉伯都会和我们讲一讲的 容许我先讲一讲关于疫境失业盘助金的情况 特首也有讲到会设立100亿的防疫抗疫基金 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尽快做的 因为我们见到过去的失业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 特别是做零售饮食的情况 现在是很惨的 大家去到店铺、餐厅都见到 其实是寥寥可数的人数 未来都会有很多店铺 可能都会有建业的可能 其实都陆陆陆着 Could title Assign the 所以究竟如何帮助今央可能有机会面对失业的朋友 其实特区政府必须要尽快处理 所以我们都提出了就助这个 防疫基金里面都有一专 vectors 亦可以赸互这些逻rais业 可能是失业或者开工不足的人士 这个这个我们提出了建议 但更加重要我們知道 這個勒手100億防疫抗疫基金 其實都重要一段時間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特別提出關愛基金 都要求他加快 因為其實關愛基金 應該理論上是最快可以有措施做得到 所以我也特別提出 就關愛基金要求他盡快開會 並將現在羅列關愛基金可以做到 幫到未來可能會失業的朋友 提出一些的支援給他們 局長都是知道的 他們都聽到這個意見 第二口罩我想給大家講 不過我們都特別提出 大家都有關心的 就是知道坊間都有流傳到 這些口罩現在特區政府 用一個招標形式去購買 雖然這個未必是關盧報告事 但我也特別跟局長說 我說這樣的情況是極度不理想的 沒有理由只是靠招標 其實局長都有說到 其實他們現在已經作出了全球的搜購 不是單單是用招標的形式 我們都督促他們 一定要盡快幫香港人 盡快買多些口罩回來 我請梁志祥議員跟大家說 請梁志祥議員 我亦都跟局長反映了關於一些弱勢社群 對口罩的需要 特別是一些我們說的長者中心 幼兒中心 和家庭服務中心 其實這些地方 經常有不少的弱勢社群會到的 那些照顧者同樣在這些中心裏面 都需要大量的口罩 而這些需求其實就非常重要 另外對一些長者 更加是很多問題存在 我們近日都收到不少的長者 直接打電話給我們 就說他們因為 在家裡沒有口罩出不了街 要去覆診就做不到 買菜就買不到 那是一個很痛苦的事 所以我們都利用了自己有限的資源 都給了口罩這些獨居長者 但是長遠來說 看來這個疫情 就不會說一兩個星期已經解決到了 都需要大量的口罩 來給這些長者使用 所以我們建議政府 應該要免費派發口罩給這些弱勢社群 特別就是老人中心 這個幼兒中心 和家庭服務中心等等 另外一些獨居長者和一些比較困難的長者 其實政府都需要派發口罩給他們 局長亦都回應我們的說法後 他認為對這些弱勢社群派發口罩給他們 是有需要的 他們會積極考慮 但現在是外於口罩全球都緊張 所以他們暫時還是 如果這些口罩足夠的時候 都會派發給這些長者和家庭服務中心等等 我講情況就講到這裏 阿Ben 事實上在疫症的過程裏面 其實要確保有口罩 去使用的話 就是一批前線工作人員 尤其是清潔人員 以及在安老院社照顧著長者的一批照顧者 為甚麼清潔人員 他們的防護用品那麼重要呢 因為陸陸續續在社區裏面都出現一些個案 一有這些個案的時候 事實上清潔人員就要上門去做大型清潔的 但是現在防護裝備不夠 口罩也都不夠 而前線的清潔人員 他們也都和我們反映 現時可以用的口罩也都不多 所以我們都希望政府在確保有人做事的過程裏面 都要有足夠的裝備 是給這些在前線工作的人員 另一方面就是安老院社 他們安老院社界別的朋友都和我們反映 由於他們的員工都需要有口罩 因為他們在社區上面走走 入到院社裡面 如果萬一有傳染開去 長者都是可能一個高危的族群 所以他們有口罩去照顧 給他們工作照顧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那麼局長都是明白我們的建議 他們也是那樣東西 就是如果有足夠的話他們都會考慮 另一方面就是關於近日 那個醫護罷工的問題 我們也都見到雖然是有一部分人罷工 但是一部分人的醫護是緊守崗位 他們是做了罷工的那些同事的工作份量 所以他們是非常辛苦 也都很艱難 而且工時是非常之長的 我們建議政府在這麽艱難的時候 其實也都要向這些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 是表達心意 所以我們希望 政府是向這些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 發出特別津貼 讓他們是可以在工作過程之中 也都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支持 這個建議 這個建議局長是聽到 但是我們在稍後也都會 向衛生局提出有關的建議 希望他們是幫忙執行的 我請中間問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 和我們講一下關於家庭的問題 大家眾所周知 現在的入境限制 大家都很關心貨品和食品 尤其是梳果、肉類等等入境的情況 所以變成在這方面 現在我們有很多的中港司機 其實都有一個疑問 因為2月8日就會實施限制 現在正在問究竟中港司機 他如何是 可以確保擴免是怎樣的 長程是怎樣的 現在局長都很明確告訴我們 貨品和梳果的供應量是會確保的 而中港司機他只要在車廂保持清潔 另外就是他會行貨運的通道 然後是不落地、不落點 然後只是貨車到點到點 他們戴口罩 而且你會經過一個檢疫 他們是不需要回到香港的時候 進行隔離的 這個是非常清晰的 另外就是現在我們都有很多 不同的中港媽媽 其實這一方面也有一個照顧幼兒問題的需知 所以變成這一方面 局長其實也很明確提示了 如果是未離港的媽媽 其實是不需要離港 那個簽證是會延長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個 如果是已經離港了的媽媽 而她的簽證是在內地搞的時候 這些個案是會個別處理的 所以變成這個都是特事特辦的 我們希望大家都會清晰這一點 好 最後請銀文宇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香港有不少雙職家庭的 父母今時今日仍然要上班 不是個個都可以在家工作 所以外傭是兼負著幫忙照顧小朋友的 一個很重要的家庭的功能 大家都知道早前有一些國家 都是令到有一些外籍融工 回到他的國家 包括菲律賓 回不到來香港 我們希望勞福那天可以盡快幫忙 將這一班的融工都可以帶回來香港 第二就是現在香港可能有一些的融工 他的合約期是完了 我們剛才跟局長說 是否可以在這裏想一些方法 包括可以延長他在這裏的工作期 或者幫他配對一些新的僱主 令到他們可以繼續在香港工作 在香港逗留 同一時間有需要的家庭 都仍然可以請到外籍的融工 幫忙照顧他的子女 這一方面我看得出 勞福局是相當積極在做這些工作 我再交一整天給鄭明信 好 今天我們跟勞福局的見面 主要是圍繞這七點內容 特別就住人力 以及剛才不論是長者的照顧 幼兒的照顧 家庭的支援等等 是投足到我們的建議 看看就住這七點的建議 大家有否提問有否問查詢 好 謝謝 這些建議有沒有遇到甚麼阻力 有否有甚麼因素 我想剛才幾件事 大家口罩的供應是大家關心的 其實我們見到 其實不同的朋友都有不同的需要 所以我們當然就著勞福方面 我們當然是特別關心 關於老人家 或者一些前線的清潔工的供應 所以我們都提出了 我們希望他們都可以給多一點部分 但是局長都是說 現在口罩短缺的問題 情況都是嚴重的 他們可能政府的供應都不是很穩定 所以我們都特別提出 商經局應該要更加積極 採取更加積極的措施 在全球搜羅 當然他都說他們有在做的 但是我們都反映 其實我們自己在地區裏 也都收到不少廠商商 商家都跟我們說 其實現在都很難爭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們都政府 大力去做這件事 另一方面也是 其實我昨天都有講到 現在都有一些廠商 他們都主動願意聯絡 或者可以做生產 其實都陸陸做了幾多 其實政府是不是在這方面 都可以提供支援 如果我們自己做到本地生產的話 其實相信是有幫助的 剛才聽到共產黨好像很多會議都說 或是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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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就著那個 剛才說的失業援助 我們都特別跟他提到 現在如果只是單單靠 特首的100億基金 是還要一個很長的時間 可能到時 其實那個基金是說 是包含所有的東西的 可能你都要用來買一些 防疫的產品等等 未必是可以幫助到失業率的 失業的朋友的 所以關愛基金可以盡快開會 或者是可以有些的措施去檢視一下 我覺得這方面他們是比較積極的 我覺得他們都想做這件事 就是向這個方向走 如果不是 有時間等 我們都不希望 是到一些措施推出來的時候 是到九月 第四季 第四季 有一個明年才推出的 所以我相信局方這方面 希望他們會做功夫 他們都答應了他們會做的 好 看看有沒有 好 如果沒有就這樣了 我們有機會跟大家跟進 謝謝